南丁南湾沙滩天空一片灰压压 一副暴风雨即将暴到的感觉 沙滩上游客也是屈指可数 当地居民说 这次823豪雨害得南湾沙滩 沙滩线退缩 短时间回不来了 回顾8月底豪雨轰炸过后 带来大面积垃圾跟漂流木 沙滩线也因为长浪带走沙子 严重退缩 好不容易回复一点点了 但接下来又有热带低压 跟山竹台风威胁 这个墾丁都在搓来蛋 店家已经加紧方台备战 因为我们这边大部分都是玻璃屋 可能在玻璃上面要做一些贴胶带 或是做一些木板的保护 气小的数字砍一砍 就怕强风吹坏玻璃 窗户都要贴上胶带 树木该修整的也都要趁早 今年墾丁暑假人气不如往年 8月底又遇上大雨 坏天气把沙滩变小变丑 肯定当地生意已经很难看 下周又有台风来势汹汹 肯定观光会有多惨 业者都很无奈 记者张春华 屏幕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